好来看到凤林镇的花海是即将要展开了 目前已经正在积极进行凤林溪高摊地的整理 那么凤林溪以及提案两边的农地 也将种植大约有40公顷的花海 那么镇长萧文龙说 凤林镇持续打造花莲中区新的景点 希望在农历春节的时候 游客以及回乡的居民回到凤林 能够感受到凤林镇的新活力 希望说在这次大会会会与代表先生女士 本着理性的来奉赠 本首的所有科室主管 一定会很尊敬大会的代表女士们来回答 萧旺龙也表示目前时局社会 弥漫着不安焦躁气氛 而凤林镇的政务能够顺利推动 持续各项公共建设与产业经济发展 社会福利照护 承赖代表会适时监督 以及鼎力支持 以及公所团队努力执行 方能够获得证明的肯定 萧文龙也深感欣慰代表会的不令指证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